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分享一道快手菜 沙葱虾仁 首先准备10个左右的虾仁 这个虾仁最好选择老虎虾的虾肉 或者是大白虾 首先先把这个虾仁的背部划开 去除虾线 虾仁开背呢也会更好的入味 开好背的虾仁呢 我们放到盘中 我们把这个虾给它预处理一下 首先加入少许的料酒 再放入少许的白糖 加入三颗电纹 下面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 准备沙葱150克 改刀切成寸段 切好后放到盘中备用 生姜一块改刀切片备用 起锅放油 把切好的姜片放入到油内 油热后放入虾仁 中火煎 煎这个虾呢 把表面煎成焦黄色 煎的要均匀 虾胃的地方也要煎到 这一步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煎好后我们加出生姜片 改大火再倒煮沙葱 翻炒上6789加后 加入一克食盐 再次翻炒均匀后 就可以盛出装盘了 没有做过家门 可以尝试一下 非常的清爽可口 虾肉吃起来呢 也外焦里嫩 这样一道沙葱虾仁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热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您家的味道